我想再補充一下 當我們回應有的人有靈改宗教 我們都聆聽他 問他對於你有沒有幫助 對於你的經歷是怎樣的 如果他說沒有幫助或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由此入手了解 我都知道是困難的 我又知道你很困難 所以你很想找方法 所以你很擔心你的健康 你很想找方法 你都想你的健康更加好 不過好像似乎現在不是更好 將他的感覺再詳細說出來 讓他感受到原來我現在很擔心 我自己健康很害怕 然後你就可以問他 你想聽聽我們有經歷過真實的醫治 然後我們分享 看他的反應 譬如他的反應 很有興趣 這個就很有潛質 如果他在聽 你一說耶穌已經說回他的一套 這種情況是比較難的 因為其實可能他都是難於溝通 有些人說一套 他總是說他那套 他又說他那套 他又說他那套 他始終沒有脫離那套 我們知道他的情況 都知道是難於香港人存福 但是呢 依然我們都是不放棄 嘗試 不過始終我們不想他有負面的感覺 而讓他知道耶穌真的幫到你 希望你記得這件事 你可以回來祈禱 好我們為你祈禱 讓你經歷神 神可以來到你身上幫助你 而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有人 他的家庭會有問題 然後我們問他 你有沒有處理方法 他說我已經有了 我已經是這樣的一套 我都不當他一回事 我都不理他 那麼我們可以馬上稱讚他 這個方法在你來說 都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因為真的好過的 有些人天天哭 天天苦得不得了 那些真的會情緒病的 他來說 他是有一個方法 做到某一個程度的幫助 但是我們可以問他 你覺得你滿不滿意這樣 他早點他什麼情況 我們就問他 你會滿意這樣 他說很滿意 很開心 我相信他不會說很開心 就是丈夫都不好 那怎樣很開心呢 最多他頂得順 那你想不想在你生命裡面 更加開心 更加滿足呢 就是讓他知道耶穌是更加好的 是可以祝福你整個生命的 他可以幫到你 就是這個引導 就是逐漸引導他 譬如他說 我也是 其實那時候 是沒有吵架 不過也是不開心的 那你想不想更加開心呢 那當然這個人是願意 就是他願意的時候 我們就分享 我們怎樣可以經歷到神的開心 神的安慰 適防 就是總有委入 譬如有些人 他什麼問題都沒有 我什麼問題都沒有 我家庭也好 我做工也好 我身體健康也好 我身體健康也好 那麼 那我們就說 恭喜你 真的 不是很多人好像你那麼好 真的 很多人都有很多煩惱 那你那麼健康 那麼開心 我也很欣賞你 就是覺得你這樣的情況 非常好 那你那麼好 那你會不會 其實幾個入手 入口的位 你想想永遠這個狀況 永遠都是開心 整個人都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好 因為始終人都會有日子 他上班不了 他身體健康的問題 或者那樣的問題 不過有些人不喜歡你提這件事 他現在開心就行了 我不想想將來怎樣 但是我們可以介紹這個觀念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個神 是這麼美善 你看看做的花草樹木 這麼漂亮 這麼好 其實你正在享受 都是神給你的 很好的 那你想不想 更加能夠享受到生命呢 就是 就是我們 這個就是 找一個位 怎樣去 由他那位進去 就是他說我很好 我真的為你開心 你真的享受生命 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那麼 我們享受的東西 你所享受的食物 那麼 如果真的有一個神創造 那你想這個神繼續祝福你呢 你能夠享受你的生命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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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遠呢 那這個就是不同的時間 用不同的說話 但是最好 最重要就是 不要 就是 所以無法化了他 譬如我有些朋友 傳聞傳了很久 遲些都不相信 不過他和我都是朋友 我又可以說我的話 但我又不強迫他 我又會說他 他又不相信 不要緊 我沒有所謂 那他又覺得我很輕鬆 例如我們打球 但我們不受他不信耶穌的影響 可以保持繼續有機會 聆聽人在這個地方感受他的感覺 讓他知道他的困難 然後如何進入他 學到這個開門 我們下一次操練這件事 有些甚麼說話是開門 家人也是 家人也有些說話開門 你想想一些例子 家人和他的關係可以改善 是有甚麼位置開門 我想我都可以問 不要緊,你大聲說 家人看你被信遮救行為 信了之後,他就看你 在這裏他看了 但他有時說的話是開門 有些甚麼說話 因為他的行為令他開門 或是他跟他傳下呼音就融入 對,沒錯 這個行為影響他 但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他說甚麼說話是開門 建立關係 不一定是說傳呼音 傳呼音我們一步一步想想 甚麼方法,甚麼時候進入 有時哪個位置進入 但哪個位置是開門的關係 可以更加改善 認同他的感受 對,我現在說他開門 我們就盡量去認同他感受 但他甚麼地方是開門的 譬如他說,這陣子很煩 對 這個是開門 因為他很煩 不要先帶入自己 他說他煩 你入他的煩 這是很重要的機實 不是他煩 我以前也很煩 我現在信耶穌不要煩 他就覺得你不是說話 你說你的煩 我不是信 對 如果你知道他甚麼煩 我都知道你現在照顧子女 真的會很煩 譬如你知道 你不知就問他 問他有甚麼事 有甚麼煩 直接聽他傾訴 對 聽人傾訴 然後正面回應 怎樣正面回應 我知道 如果真的有個子女 這麼難幫助 真的會很煩 家人的困難感 身體健康 真的會煩 這個就是認同 他覺得有個人會聽他說話 起碼他日後有甚麼困難 他會找你經濟 這個就是入口 我想大家想想有甚麼說話 當人說的時候是煩 即是開門 是開門 即是甚麼說話 是開門的說話 對方說話是給你開門 他開了就讓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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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自己懂不懂入 對 你懂不懂入 你不懂入就開了就沒用 其實 其實很多類別的 他有時候 他投訴都是一個入手的方法 即是 譬如說 你一個人都不理我 這個就是 其實是投訴 即是說 我們可以怎樣 對不起 我們沒有理你 當然我們 越多越先理他 最好 譬如說 我們好像沒有甚麼理他 我們就 在這個位置 對不起 我們沒有理你 那你有些 情況是怎樣 譬如有些我們知道的 我都很想幫你 譬如說 我身體的問題 我都很想幫你 我怎樣可以 更加幫你 即是在這個位置 入手 即是入去 說出他的感受 然後回應他 即是那件事的感受 那他 就 將他轉移 由他的埋怨 去回他的問題 在哪裡 而我感受到 即是 即是 我知道你很難的 譬如說 有個家人 他覺得 我們不照顧他 他就很煩 很猛 是的 我們首先 我們做好 好見證 如果我們都沒有好見證 就很難 但如果 已經有做 即是都有做 不過他都覺得 不夠好 那時候 我們都可以認錯 你想我怎樣 更加去 幫到你呢 有些甚麼我可以做呢 然後回應他的感受 即是 這樣建立那個關係 讓他知道 關心他 這個 投訴 是 說他困難 有些說是沒有投訴的 有時候有些說 就 好像 可以普通日常生活 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衰 這個也是一個開門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那麼衰 他怎麼衰 對 大家都那麼貪心 對 人真的很貪心 這個就是入手 人就是 真的很多人都很貪心 認同 對 因為他貪心 就是看到人的不好 既然人的不好 那麼我們 怎樣引導他 我們不能這麼快 人貪心 你就不要依靠人 就依靠神 那就太快了 就是由這個位置 讓他知道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認同他 我都見過很多人很貪心 都很傷心 很失望 或者覺得損失之類 等他去說 然後 關心他的感受 這個就是 建立關係 有某一個時候 可能就說 真的 我們 以前我都見到很多貪心 不過現在我真的看到 信耶穌那些人真的很大改變 很願意犧牲幫人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他講 就是什麼說話 我們都是每一個人入手的地方 就算不說全方 我們日常關係都是 就是 有人一說句話 咦?聽到一些東西了 我們立刻那個位置就關心 立刻那個位置就進入 建立關係 基督徒也有個 就是希望個個都會這樣 我怎樣建立 人的關係更加好 關係更加好 我就可以祝福他 好了 全方便能建立 他 對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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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